大家好 我现在在悉尼机场 等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已经飞在天上了 我这次去的地方是澳大利亚的邻国 印度尼西亚 其实之前我在会员频道里面 已经跟我们的会员节目的朋友们说过了 今年是2024年 全世界少有的一个大选年 全世界很多重要国家都会在这一年行大选 包括我们刚刚去过的台湾是吧 那么我呢 首先我自己本人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议员 而这个大选人我要抓住这个机会 去为大家做全世界各地的民主 或者选举的制度和文化的比较 然后正好在去年底的时候 有一个NGO组织 一个专门促进世界各国的小鱼种 不只是中文 小鱼种的这些跟民主有关的 这个内容传播的制作的这样一个NGO 找到我说 觉得你的节目还是挺有意思的是吧 想要资助我去做一个项目 你可以想一个项目 那么我就给他们提了这个项目 说我想去今年几个我觉得比较有重要意义的国家 去做这样的官选 你们能不能帮我负责一下机票 跟当地的住宿啊导游之类的 他们现在同意了 但是因为我去台湾回来以后有这个想法 我是报的时间有点晚了是吧 印度尼西亚已经赶不上了 也不一定 因为印度尼西亚的大选其实是分两段的 如果今年的2月14号情人间那天会举行第一次选举 如果这个选举没有人过半的话 还会到6月份举行第二次 所以至少这第一次是赶不上了 所以他说你可以把之后几个国家给我列个项 我想这个项的话可以 不如我自己先自费的 因为印尼毕竟实力澳洲还不算那么远 是吧 虽然机票也还是挺贵的 我就把这次去印度尼西亚的官选 作为一个样本 不只是跟这个NGO合作 可能后续也会跟其他的一些组织也好 或者说甚至有一些商业机构合作 就是什么呢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 今年这个时间去看一下 尽可能多地看一下世界各地的选举 那么你们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帮助 我通过这次去印尼 我要算是你说做一个原型也好 或者做一个预演也好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去到底去看什么 我能做什么 能拍什么 我这个官选有没有什么意义 甚至可能从这第一次官选里面获取更多的经验 以服务于之后的其他的一些官选的活动 所以这个就是 我还没想好这个项目叫什么 叫做全球官选 或者作傲官选 或者说是奶爸官选 因为今天第一站去印尼 我是先做一些功课 印尼这个国家其实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 全世界第四大人口的国家 而且这个国家因为它很年轻 它的出生率高 然后这个国家的整体的人口结构是比较年轻的 这个也是值得观察的 还有全世界第一大人口第一大的 我估计也应该是GDP第一大的 这样一个穆斯林国家 所以能看的东西有很多 而且它也有全世界最多的华人人口 一千多万的华人 尽管这些华人并不一定都跟你我一样 说这个中文 就是说这个普通话是吧 他们有可能说中国南方的各地的方言 甚至有可能完全不说跟中文有关的 但是依然认同自己是有这样一个华人 这样一个身份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值得 我非常想去了解的 去看的 除了这个大选本身以外 大选本身也很有意思 然后我这次行程会去三天雅加达 因为2月14号情人节那天是吧 好死不死情人节那天大选 我今天晚上到了以后 然后13号14号两天 据我所知其实可能在这两天的 很多助选活动都已经结束了 具体的当地的 我还是要当地人跟当地人了解 你们本地的选举的日程 安排什么样子的 然后有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让我去看一下 有没有旅行社愿意给我包车 等等那样子 我还要去当地在现场去考察 然后我会沿途一路有任何的感触 就会随时随地给大家做有关的节目 当然也会试图去拍摄各种各样的 印尼本地的跟选举有关 或者跟选举无关的一些画面 如果你有什么想知道的 不管是跟选举有关的 还是跟印尼有关的是吧 你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的下面的评论栏里面给我留言 向我提问 我会尽可能去满足你的好奇心 当然我自己也有些预设的选题是吧 就像我讲了 印尼的华人选题 当然很多人想到98年 90年代末那个时候 针对华人的这样一个种族的骚动 或者说屠杀 这个事我肯定会去了解一下 当然前提是在不触犯当地的法律也好 或者怎么样子 毕竟这是个敏感话题 我们也不会去 在那样去很嚣张的 去在街头采访说 你这个屠杀华人有什么感觉 你当时杀了几个 我们也不会这么做 我们只是更多的能够有一些深层次的信息 给了大家 那么如果你是印尼当地的 比如说油管主也好 不管你是不是讨论政论的是吧 你如果讨论政论的话 咱们可以聊一下印尼当地的政治 如果你不讨论政论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聊一下印尼当地的分土人情 完全跟支持无关都没有问题 其实我也发现 马来西亚有很多非常优秀的 非常有名的油管主 而且我这次还看了一些马来西亚当地的中文的自媒体 做官印尼的不管是印尼大选 还是印尼当地的有关的节目 是获益匪浅 所以印尼本地的既然有全世界第一大人口的华人 但是却没有特别有名的油管主 这个事还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 所以如果您想要跟我 我们这次想要有所互动或者怎么样子 您可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来 我尽可能地在我自己的情况 能够得到满足情况下 能够尽可能地去accommodate你 尽可能地去满足你的需求 此外我不知道我上次在油管上和推论上都发了一个 说有没有印度尼西亚的朋友 好像没有很多人回应说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 如果你是印度尼西亚当地的 也是看中文油管频道的朋友 对我的频道还有点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跟我联系是吧 我们兴趣可以在助选的现场随便聊两句 不是采访 随便聊两句 2024年还有很多选举 很多国家 比如说刚刚已经结束了的 比如说刚刚结束的巴基斯坦选举 不知道有没有得出结果 好像巴基斯坦选举也有很多很奇妙的地方 3月份的俄罗斯选举 这个事我去不了 澳大利亚当局强烈建议你不要去俄罗斯 连航班都没有 所以俄罗斯我就算了 巴基斯坦也就算了 可能下一次吧 然后马上要举行的4月份 4 5月份印度会有选举 这个我应该会去的 而且这个应该会是在NGO的资助下 而且他们在当地可能也是有联络人或者有机构的 他们可能会给予我除了资金以外一些协助 我也非常期待 印度我会多留一些时间 因为这个也是发展中国家 是吧 因为中共经常讲 中国人口素质太低 中国人太多了是吧 印度不管是人口的数量还是人口的构成 复杂度都已经超过中国了是吧 至于什么所谓文化数字这块呢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比较样本 台湾是跟中国的 是从同一个文化的角度去比较的样本 那么印度就是同一个社会发展程度 或者类似的社会发展程度的特征的这样一个角度去比较 然后今年还会有 但年底的美国选举我们就不用讲了是吧 美国选举不用讲了 但是我之前说过 美国选举这个NGO 他们有规定 他们不能帮我去美国 至于是哪一个NGO 如果下一次我去官选的时候 是留这个NGO赞助的 我会跟大家挑明了是哪一个NGO 然后所以美国不能去 所以美国的话还要请各位多多帮助 最好是商业机构 我们是寻求商业机构或者NGO 或者比如说像上次的姓名协会是吧 如果你美国有一个协会 你想邀请全世界各地的自媒体人去 希望我这能有一个名额 然后年终的时候还有墨西哥选举 其他的南非选举 英国 英国很有可能也在9月到10月之间 会有英国的首相 应该已经宣布了 就是在英国就今年下半年 会有一个重新的选举 所以都是重要的 包括欧洲议会的选举 但是这个太散了 我还没有确定欧洲议会 我怎么去官选 估计很难 所以我很期待这一年 同时我也在这里感谢我的老婆孩子 因为毕竟我作为一个奶爸 竟然抛弃了自己的孩子 老婆孩子竟然全世界跑 当然我们也做了相应的安排 比如说该请baby sitter 就是接送小孩的人 照顾小孩的人 该给小孩报一些课后的班 这个都已经安排好了 今年希望他们能够辛苦一下 然后有可能今年如果巧的话 我也会带上我的孩子一起去 去体验某一些国家的选举的文化 你刚才是不是问我什么叫election 对不对 yes 爸爸告诉你什么叫election 比如说我们家里有四个人 对不对 你我妈妈妹妹 妈妈有天说 今天我们晚饭吃什么呢 我们要吃牛肉 爸爸说不行 今天晚饭我们要吃臭臭 然后妈妈和爸爸一个人说要吃牛肉 一个人说要吃臭臭 这个时候我们家里有四个人只能投票 对不对 投票就是问你想吃牛肉还是想吃臭臭 我想吃臭臭 然后又问妹妹想吃牛肉还是想吃臭臭 妹妹也说我想吃臭臭 那么这样的话 爸爸这边就有几票了 三票 有几个人想吃臭臭 三个人想吃臭臭 对不对 只有一个人想吃牛肉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爸爸说三比一 I won the election 我选举就赢了 这个就叫选举 嘿嘿嘿 那就这样啊 我刚才听到他们好像抱我的航班号了 那我要去了 那么我们就在印度尼西亚再见了 拜拜